字里行间透露着笔者的心情写照 还有人用绘画将心境反映在作品上 这些文字和图画的创作者 都是一般人口中的精神病患 但是身心科医师请民众 改称他们为思觉失调患者 这几年来经过这样的一个画作跟宣导文 把之前曾经是努力要把这些 反污名画的标签拿掉 之后在前两年开始把这个名字改正为 把精神科医院证改为思觉失调 好 思觉失调症 失调失调症 身心障碍对病患来说 都是身体和心理的能量 比一般正常值还要虚弱的情况 这时候无论是四肢体内的疾病 都可以从外观看出端倪 但是心理障碍者 则因为脑部思考机制 与正常者不同 而需要民众更多的体会和接受 对精神疾病不要那么害怕 因为这是一个可以治疗的病 也是可以恢复它的功能的病 所以希望说这个社会上 大家可以接受 我思故我在 让我们用一起爱的力量 让这样的爱可以正式的觉醒 一个进步的社会 对于身心障碍者的接受和包容 是比较正向和友善的 为心理障碍者来更名 能够为生病的患者 带来更多的尊重和理解 光明新闻记者吴玉如 賴之请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